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以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烈屋行动 麦卡锡主义的阴影 二 黑暗中的交响 柏林空中音乐会 秘密的战线阿富汗的冷战音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烈屋行动 麦卡锡主义的阴影 在20世纪的美国有一段时期 如果你在街上随便喊一声 可能就能看到人们四散奔逃 就像见到了鬼一样 这不是因为美国突然间流行起了幽灵挑战赛 而是因为一位名叫约瑟夫·麦卡锡的参议员 他几乎把整个美国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猎物现场 麦卡锡主义这个名词听起来像是某种疾病 实际上它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确实有点像 它源自于冷战时期的美国 一个充满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深深恐惧的时代 麦卡锡这位威斯康星咒的参议员 凭借着一张据说写满了共产党人名单的纸条 成为了美国反共运动的领袖 问题是这张纸条上的具体名单 巨金仍是梗衣 有人说它根本就是空白的 或者上面写的是它的购物清单 麦卡锡主义的核心就是猎物 不过这次的巫师是那些被怀疑有共产党倾向的人 在麦卡锡的推动下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迫接受调查 许多人因为一点点左倾的迹象或是被人误会就失去了工作 甚至被社会排斥 这场猎物行动不仅波及政界 也好莱坞 教育界 科学界都未能幸免 可以说是无不有 有趣的是麦卡锡自己最终也尝到了猎物的滋味 1954年他因为对美国军队的无端指控而遭到了谎泛的批评 最终在一场历史性的电视听证会上 被揭露了其欺骗和口吓的行为 从而失去了大众的支持 可以说麦卡锡被自己酿造的猎物魔咒所反噬 麦卡锡主义的故事告诉我们 恐惧和偏执可以让一个社会失去理智 甚至伤害无辜它像是一面镜子 提醒着我们在追求安全和正义的道路上 不应该丢失公平和理性 不过如果麦卡锡知道他的名字 现在成了这种行为的代名词 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到有点荣幸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黑暗中的交响柏林空中音乐会 在柏林的夜空下 由一场音乐会不同于任何你曾经体验过的演出 他被戏称为黑暗中的交响柏林空中音乐会 想这样一家一群音乐家悬挂在空中 像是从另一个维度降临 而观众则围坐在黑暗之中 只能通过耳朵的引导去感受音乐的魔力 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 这简直是一次音乐与重力的双重挑战赛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场音乐会的筹备过程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音乐家 被告知接下来的演出不是在舒适的音乐厅 而是要在空中进行 你可能会想 我的小提琴和我都没学过飞行课程了 但别担心 组织者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安全带和吊钟设备 确保每位音乐家都能像天使一样在空中漂浮 而不是意外成为一次不速之客的降落伞演习 接下来是观众的体验 坐在黑暗中的观众们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迷茫 不知道自己是来听音乐会还是参加某种秘密仪式 但当第一缕旋律在黑暗中响起时 所有的疑惑和担忧都会烟消云散 音乐在空中飘荡 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形的音乐球体之中 每个音符都在空气中跳跃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 但这场音乐会的真正挑战在于 如何让音乐家们在空中保持协调 毕竟指挥家不能简单的在地面上挥动手掌 他可能需要通过无线电 或者是一套复杂的手势语言来指挥空中的乐队 而音乐家们也需要超强的集中力 因为在几米高空中演奏乐器 同时还要注意保持平衡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当这场奇妙的音乐会落下帷幕 观众和音乐家们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成就感 他们不仅参与了一场音乐会 更是经历了一次音乐与冒险的完美结合 而这场黑暗中的交响 柏林空中音乐会也将成为他们记忆中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 当然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有趣和吸引人 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幻想 现实中的音乐会虽然可能没有这么夸张 但音乐本身的魔力确实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造力 所以下次当你参加任何一场音乐会时 不妨闭上眼睛让自己的想象力带你飞向那些不可思议的音乐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隐秘的战线阿富汗的冷战影响 在探讨阿富汗的冷战影响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国家 如何成为了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全球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而这场棋局不仅复杂 而且充满了讽刺和幽默的元素 想象一下是1979年苏联决定假期旅行一趟阿富汗 只不过他们带去的是坦克而不是沙滩球 苏联的入侵标志着冷战在这个遥远的中亚国家的加剧 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代理战争 这是一场大国的游戏 而阿富汗则成了他们的棋盘 美国看到了一个黄金机会 决定支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 即圣战事无者还丁明 这不是因为美国突然对阿富汗的民主自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让苏联陷入越南式遗坛的绝佳机会 所以美国CIR开始了一个名为悬风行动的计划 向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资金武器 甚至包括那些可爱的圣战者斯汀格导弹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 它还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是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邪恶帝国的战斗 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这场所谓的自由之战最终助长了极端主义的力量 包括那个后来给美国带来巨大麻烦的组织 基地组织 随着苏联在1989年灰溜溜的撤军 你可能以为这场大国游戏结束了 但事实上它只是开启了另一章 阿富汗陷入了内战 各派力量为了权力而争斗不休 而美国这位曾经的自由斗士赞助人 却在冷战结束后转身就走 留下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 总之 阿富汗在冷战期间的经历 就像是一部荒诞剧 它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和大国游戏的残酷性 而阿富汗人民则是这场游戏中最大的受害者 这段历史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策略和对抗 更是对于人类苦难的深刻反思 各位观众朋友们 众朋友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不同的故事 分别是麦卡锡主义 柏林 空中音乐会和阿富汗的冷战影响 虽然这些故事各有不同 但它们都教会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 首先麦卡锡主义告诉我们 恐惧和偏执是会让一个社会失去理智的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剥夺奪别人的权利 更不能因为猜疑而伤害无辜的人 这是对公平和理性的警醒 让我们在追求安全和正义的道路上更加谨慎 其次 柏林 空中音乐会提醒我们 音乐的魔力是无限的 它可以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让我们在平凡中感受奇迹 无论是在音乐会现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可以通过音乐来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最后 阿富汗的冷战影响告诉我们 国际政治不是一场游戏 还不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命运 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棋子 而应该尊重它们的权益和尊严 这段历史是对于人类苦难的深刻反思 让我们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麦塔西主义柏林空中音乐会和阿富汗的冷战影响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疑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